我所了解台獨分子像賴清德一樣 除非他看到黃河 心死 如果沒有拖到黃河邊 沒有去看到棺材 他是絕對不會改弦意側的 因為中國跟美國這精神的互動裡面 有些默契 拜登也說反台獨 所以他們擔心這個鍋被賴清德砸了 那其他政策不管你對大陸政策要講什麼 那可能兩方面三端五次的溝通 現在就等著先底牌 就是賴清德的大陸政策到底是什麼 兩岸定位就涉及到 大陸政策最頂層的一個設計 那接下來這兩岸要怎麼互動 定位是什麼 那如果他不表態的話 能夠拖的時間也不久 因為立法民意代表機構 好像是要在5月24號 邀請他到立法民意代機構裡面來講話 應該是陶德拉和尚跑不了庙 你還是要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那就不曉得他要怎麼去美化他的 大陸政策 這大家都拭目以待 美國也很 很謹慎的在看出這一點 你講其他的政策無所謂 但是這個是美國所關注的 也是他對中國大陸的承諾 那麼不曉得了